大家好,我是小宁 今天我们来做一咬爆汁的灌汤包 200克面加2克盐增加筋性 用开水烫出小面疙瘩 像这样边倒边搅拌 像现在这样的状态就可以 现在加凉水 拌成大面絮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下手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今天用的是烫面团的做法 适合灌汤包 面团现在有点粘手 盖盖子松弛5分钟 5分钟后再揉就会马上变光滑 像现在这样的状态 光滑不粘手 继续盖盖子醒半小时 下面来准备馅料 150克七分瘦猪肉馅 加盐 13香 生抽 蚝油 香油 搅拌均匀 去皮的姜和葱加水 用破壁机打成葱姜汁 如果家里有不喜欢吃到葱姜粒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把葱姜水分次倒入碗中 先搅拌吸收 然后再继续加 直到肉馅变得滑嫩就可以了 这是昨天用冰箱攒了半年的猪皮做的 有猪皮冻 有专门的皮和专门的洞 皮冻咱们直接拌着吃 今天用的是洞 把它切成片 再切条 然后切碎 同样体积的猪皮冻 配同样体积的肉馅 把它们搅拌均匀 变成这样粘稠的状态 冰箱里冷藏 今天用这个网红折叠电蒸锅 因为它能做到10秒出蒸气 而且蒸气温度可以达到120度 更好地锁住鲜美的汤汁 准备工作做好 加好水开始包 准备点葫芦片垫包子用 案板撒干粉 拿出面团 下手揉圆 然后中间掏个洞 这样边捏边转 整理成长条 手掐刀切都行 整理成和饺子一样大的剂子 撒干粉滚一下防粘 剂子掐口朝上 直接按扁 这样就不用提前滚圆了 很方便 擀成中间厚边薄的圆形 注意撒干粉防止粘到一起 放上肉馅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灌汤包一定要捏紧 以防汤汁受热提前流出 小尾巴的地方跟头捏一下 中间变成一个小窝 用胡萝卜片垫着 放入电蒸箱 留的窝窝里点缀胡萝卜碎 也可以放青豆 玉米粒 枸杞 这种方形的蒸箱很实用 一次可以蒸够全家人吃的 无需提前预热 直接蒸 因为它十秒就能出蒸气 第一是包子小 第二这个蒸气足 所以咱们蒸十分钟 等它自动停止就可以打开了 哇 好香啊 加一个尝一尝 灌汤包的要点就是蒸气足 时间短 这样才可以锁住新鲜 趁热吃 吃多少做多少 搭配上猪蹄冻 胶原蛋白满满的一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YOU 你 在